释迦牟尼佛实现出家 出家乡是平等乡 跟大众接触 特别是平民 苦难的众生 见到出家人 能生起一份亲切感 这个度化众生 效果就大了 方便太多了 那么这是人通此心 心通此理 菩萨要救护一切众生 想想 还是用出家这个形象好 出家这个形象可以 普度一切 尤其是平等 普度一切 他们做到 那么我们 知道这个道理 了解四世真相 如果我们真的要学佛 学佛的发心 学佛的存心 学佛的大愿 学佛的大智 大德 大能 这才发心出家了 在中国历史上 确实像 玄庄大大事一样 一家问他为什么出家 语言烧如来 静光大发 也有的地方是静光一觉 云 这是释迦牟尼佛 距离我们 时间远了 玄庄大大 这次那个时代 也是一千多年了 将近两千年了 少师继续 续佛毁灭 续佛毁灭 就是语言烧如来 集成佛的教会 集成佛陀的教会 把佛陀教会 发扬广大 那就是这个 静 帮助一切众生 破密开我 历苦的路 这个就是同佛出家了 佛出家就这意思 所以 没有出家之前 你对于佛不认识 你怎么能同佛 所以要认识 玄庄大师 才各个新出家 大概 对于佛法 这个训习 有一定程度的认知 他才发这么大提 也很难得 真的 他有成就 不怕苦难 到印度去求学 在印度住了17年 回来之后 一生 从事于 翻案仪的工作 玄庄大师 所翻的金 分量是最大的 一千多倦 那么他出家 他跟他出家的愿望 完全相应 他都做到了 那么玄庄大师的这个愿 实在是 应该是 后世 所有出家人 共同的愿望 你出家干什么 出家就这个事情 蓄福毁灭 弘扬佛法 帮助一切众生 破灭开我 历苦得路 就这个事情 那么这就完全正确了 要帮助众生 历苦得路 首先 自己的苦 有没有利 自己的乐 有没有得 如果自己 还没有历苦的乐 怎么能教人历苦的乐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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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 不能不知道 那 面是法了 对于 这个 这个 佛法 确实 是有正知 正见 正确的认识 出家之后 要真正 学习 佛家将 修行 我们现在 人家 学习 是有个意思 但是修行呢 这个名词呢 更 贴切 修 是修正 行是行为 我们的行为 不正 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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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行为 要把它修正过来 这叫修行 这叫修行 行为 太多了 无量无边 佛陈教导 我们 把无量无边的行为归纳为三大内 言语 口业的行为 身体的造则 深夜的行为 就是你一举一动 念头 齐心动念 意义的行为 你这个三大内的行为 有错误 有偏差 为什么说你有错误 有偏差呢 你有烦恼 你有忧虑 这个烦恼 忧虑 从哪来的 从错误行为 所引发的 我们讲 果报 有因比有果 有果一定有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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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打赏 打赏